好 这回四大公投全数都没有过关 全军覆没 不过我们来看到有一份最新的网络民调显示 其实有七成左右的网友对于公投结果感到不满 好 另外呢 也有五成的网友认为说 这个公投结果会影响到2022年的地方选举 好 如果详细来看一下这个民调 民调的问题当中呢 特别问了大家说 这个公投是否会影响到台中第二选区的立委补选呢 您可以看到认为非常有的大约是有27.2% 还算有的 有21.3% 其实认为会影响到这个中二选区 立委选区的这个补选的网友是蛮多的 好 不过呢 对于这个民调结果 我们来看到前立委郭正亮 他的看法 他是认为说 严宽恒其实不用过于紧张 因为2020年的总统大选 这个中二选区的部分 蔡英文以国民党四万多票 严加只输了五千多票 好 也就是说国民党在这个地方的政党盘 比严加落后很多 而这次的公投呢 他不认为严加会去动员 基本上是国民党的基本盘 而严宽恒补选 其实还是自己在选 所以严加一定会出权力 因此呢 他也特别提到了 民进党啊 你千万不要看到了 这个台中二选区的公投得票 就以为说严宽恒在公投上面都输 如果是这样想的话 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 好 在这份民调当中呢 还特别问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即将在下个月的九号 要登场的这个林长佐的罢免案投票 到底会不会影响呢 您可以看到认为非常有影响的网友 有23.4% 还算有影响的 则是大概有两成左右 好 不过现在呢 有两个战区可能难道会因为 所谓的这个这一回的四大公投 没有过关而觉得很心惊胆战吗 现在外界认为说啊 困难点就是在于国民党 没有办法整合找不到一个老大 好 但是我进一步来分析 这一回整个四大公投的得票率的话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全国的票数不同意的反方是全胜的 但是如果从六都票数来看 其实双北桃园在同意的正方票数上 大部分都是取得胜利 只有重启核四这一案 新北是输给了反方 绿营传统票仓台南还有高雄 则是开出了反方主力的票数 台中的部分则是陷入了僵局拉锯 正方呢只取得了公投榜大选的胜利案 因此现在外界认为说 这回的公投票数 还是变成了蓝绿基本盘在大比拼 等于让蓝绿双方也要提前帮 2022年的九合一暖身来做布局了 好如果从这个六都的票数来看出端倪的话呢 其实现在呢在公投案之后 大部分都要来找所谓的战犯 新北市长侯友宜 还有台中市长卢秀燕两个人 其实这一回在公投之前都没有明确表态 但是事后两人命运大不同 因为侯友宜就被视为战犯 卢秀燕则是没有卷入风暴 政治学者分析了 侯友宜2024投入总统大选的几率 比卢秀燕来得高 国民党希望高声量的侯友宜能够表态 这些都是被党内还有深蓝当成剑拔的因素 卢秀燕屡次是以擦边球的方式来回应 无招胜有招化解公投的究责战火 四大公投全数都没有过关 但是来看到这一回的投票率很低 只有41% 前副总统吕秀燕他就说 这是台湾民主的失败 朝野两党其实输不是输 赢也不算赢 最输的还是人民 他也提到了民进党已经背弃民主的价值 没收公投必须要为历史负责 我会觉得是台湾民主的失败 第一个有四分之三的人不去投票 第二个国民党跟民进党也都很认知的在推 所以结果双方很近 所以就朝野两党输非输赢也非赢 最输的是人民 因为这次公投四个主题 非常的严肃 非常的专业 需要理性辨证 但是两党都把它变成政党对决 模糊的焦点 去投票的人只知道要全部同意或全部反对 我觉得这是扭取了公投的意思 当然整个结论 我是会觉得民进党要对历史负责 因为你们没收了公投 这个公投榜大选 是多少前辈牺牲奉献 包括我本人走街头几次而争取得来的 结果昨天的事实证明 你们不许公投跟选举绑在一起 你们事实上是没收了公投 背叛了民进党 我觉得非常的痛心 我要呼吁我们重新思考 我们还要民信两党政治吗 我觉得应该三党鼎立 第二个我觉得 你不要以为美国没有看懂我们的民主 我们在民主峰会的表现 我们参与的位阶 其实不要再自我吹嘘 我们要的是真的民主 我们要展现的是善的人文 不要再为善了 我觉得政党太为善了 我应该是我们的民主 期质